中國發射衛星全台警報大響 中國外交部面對記者提問 拒絕正面回應 話逢一轉 硬要強調這不是外交問題 不僅台灣各界議論紛紛 包括美國 日本等外媒 第一時間也進行報導 前前實際敏感 連續警報引發高度關注 不過類似情況也曾發生在臨近的日本與南韓 去年11月因應北韓無預警發射衛星 日本啟動全國順時警報系統 呼籲民眾到建築物內或地下避難 還有南韓前年也曾因為北韓飛彈 十無千里 越過兩韓之間海上界線上空 響起空隙警報 當地居民一度摸不著頭緒 看新聞才知道非同小可 亞洲緊張情勢升溫 根據日本雅虎網路投票 高達85%日本網友關心台灣大選 台海和平穩定 不僅攸關各國利益 也牽動區域 甚至全球安全 在內新聞 全片尾報導